我想問問 最終因為周成要批的 你們預計得到 其實他批出來的修訂 會是你們的百分之一 不知道的 這個要看條文 所以我們的時間不多 因為只有幾天時間 我們現在做簡 我們一邊做一邊跟法律顧問談 當然我們剛才是達舊說 他現在可以拿到一千條出來 但是我的看法是比較保守一點的 如果我們只有幾十條進去 都已經是很可觀的 因為有些他要拿著議事規則來跟你說 你說改了他的條例草案的名字 我想他一定是不會接受的 不過我們都會看 這樣而已 但有些譬如說那個替補出決的定義 這個有相關的法例裡面 他現在要根據立法會條例裡面 相關的條例來說 甚麼是出決的 在出決的定義裡面 我們又可以修訂 譬如說你被人抓去坐牢 那坐牢有很多種的 有些觸犯刑事罪 可能是強姦 可能是騙錢 可能是貪污 但有些可能是你 因為政治抗爭 被人抓去坐牢的 那這些我們可能是你這個 麻煩你補選了 要豁免 不可以替補了 我舉例 這些是不能不接受的 大舊就做了很多功夫的 現在我們兩個辦公室的職員 已經做到派在那裡了 接著我們又要跟秘書署那邊溝通 因為要給他心理準備 他起碼要開幾天會 不用想的了 因為是7月13日 但7月13日是我們這個會期 今年到的會期的最後一天大會 有很多法例要加進去的 基本上就已經定了 原本預三四天開會的 即是7月13日 那你加上這條加進去 他就自己作前了 是不是是不是 那他這條拿來的時候 那你加上這條 我想怎麼都整個幾天的了 是不是 如果在7月13日 這個會期裡面 連續打後那十幾天 到要放暑假了 你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就沒得搞了 那些人已經準備去旅行郵埠了 建制派議員已經買了機票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好玩的 你明白嗎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這樣 好了 那有什麼意義呢 那我到他10月 他又拿回來了 是不是 但是中間你是不是有兩三個月了 那就可以做事 是不是 所以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或者我們看看三位年輕人 就是我們人民力量 選民力量 也是選民力量的主席先說